Hello大家好 小浪哥 上次我吃了那个麻辣手撕兔 很多小伙伴买了 说那个为什么吃起来那么柴那么硬 我在视频里边吃了也是 牙口不好呢 它还优点 所以说这个手撕兔 有些小伙伴不太满意 另外呢又有小伙伴说 小浪哥 你能不能挑战 100个麻辣兔腿 你是不是觉得小浪哥非常有钱呢 你知道100个麻辣兔腿 多少钱吗 今天我不惯了你了 买的不多 40个 香辣兔腿 保质期还是10天 一定要尽快吃完 生产日期现在是第三天 加快吃完 好吧 OK 它一袋呢是有两个腿 其实对于喜欢吃四川美食的我来说 看到这个辣椒油就不自觉地要流口水 哎呀怎么减肥呦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40个香辣兔腿 音乐 我闻这个味道啊就是喜欢吃这种口味的会爱死 我上次去成都吃的这个哎呀爽的我要 我上次去吃了 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麻辣兔腿啊 这个辣椒超级香 这个就不柴了 这个肉很多 啊吃了我口腔会羊肉疼 去热几个 这个加热以后的兔腿好像打得美颜一样 OK我就不客气了 尝一下这个热的 哎呦好热了以后超级软 看看 而且辣度也小了 对我错觉的原因吗 再来一个啊我吃两个感觉没有什么反应 加热过的比这个凉的辣度要小一点 但是也是有点辣 不能吃辣的小伙伴就不推荐了啊 这四个 大家来一口 这一口 嗯好软 不不不 好啦 2019年了我吃兔子吃的是真多 嗯 奈斯 第几个了 第五个了吧 OK现在开始小浪哥的表演 哇这个皮这一块超级好吃 我吃了六只 我觉得呢把这几只吃完吧 热了也热了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 还剩六只 吃完以后呢 晚饭我不吃 然后我去健身 好 上班 下班 嗯 嗯 这个皮点好吃 OK 我现在感觉我的肚子火烧火了的 我的嘴也是 不过确实吃着很爽 这个一点都不拆 相反的 它那个带皮的那个地方 就特别特别软 加热以后 就吃的那一口 就那一口 超级满足 今天打破我个人记录 我吃了12条 吐腿 还那句话 这个不能吃辣的小伙伴 就 别吃了